糖尿病朋友注意,晨起四不做,一天血糖不会高 45岁的江女士因为口干,多饮和多尿到医院就诊 一查空腹血糖,高达15毫摩尔每升 最终确诊为二型糖尿病 为了让江女士的血糖下降到正常水平 医生开了降糖药物,叮嘱江女士要按时服用 但是一旦时间过去了,江女士的血糖却始终控制得不太好 江女士也很困惑,她告诉医生,自己回家后一直坚持服药 从来没有落过一天,只是让人意外的是 她的血糖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越来越高 这是怎么回事呢?通过仔细询问,医生很快发现了原因 江女士虽然每天都按时吃了降糖药物 但是她并没有改变过去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而在二型糖尿病的治疗里 改变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是最基本的原则 如果连最基本的都做不到 即便用再多的降糖药物都无济于事 作为医生,要告诉广大糖尿病患者的是 糖尿病朋友注意,晨起四不做,一天血糖不会高 第一,糖尿病朋友,晨起别暴饮暴食 很多糖尿病患者说,医生,我控制饮食了 你不是说这些食物不能吃吗?我统统都没吃啊 为什么血糖还是没有控制好啊? 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患者由于过去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突然让他们改变,会让他们特别不适应 甚至饿得特别难受 的确,某些容易升高血糖的食物,他们是控制了 但是其他的食物,他们却吃得特别多 甚至是暴饮暴食 世界上没有绝对不会升高血糖的食物 只是不同的食物升糖指数不同而已 有些食物的升糖指数很高 有些食物的升糖指数很低 但这并不意味着,升糖指数很低的食物都可以大吃特吃 暴饮暴食,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 无论你吃什么样的食物,都会导致血糖的升高 要想控制好血糖,食量应该有所控制 不能顿顿都吃的特别称,一般来说留有余地 每顿吃个八分饱就可以了 第二,糖尿病患者,晨起别吃太多精米细面 糖尿病患者是不能吃太精细的 因为精细细面里含有很高的碳水化合物 如果这样的食物吃太多,很容易升高血糖 导致血糖居高不下 其实,有一个小窍门 完全可以在制作主食的时候加入一些粗粮 做到粗细搭配 大家都知道,由于粗粮里富含膳食纤维 所以吃了粗粮以后会有饱腹感 这样粗细搭配 就可以很好的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 也可以适当减少饭量 更重要的是还有利于健康 何乐而不为呢 很多人不知道粗粮都有哪些 粗粮是相对我们平时吃的精米白面等细粮而言的 主要包括谷类中的玉米 紫米、高粱、燕麦、蕎麦、麦麸 以及各种干豆类 如黄豆、青豆、赤豆、绿豆等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酌情添加 第三,糖尿病患者 晨起别吃太多高脂肪高糖食物 如果得了糖尿病 你还去吃高脂肪高糖食物 那么即便用再多的降糖药 你的血糖也不可能控制好的 因为高脂肪高糖食物都属于升糖指数高的食物 进食以后会大幅度升高你的血糖 常见的高脂肪食物包括油炸食物 动物内脏、动物油、肥肉、动物脑等 常见的高糖食物包括蛋糕 巧克力、冰激凌、各种糖果、碳酸饮料等等 第四,糖尿病患者 晨起别总久坐不动 要想血糖控制好 你就一定要运动 因为运动可以消耗身体里多余的热量 从而辅助降低血糖 对于糖尿病患者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 尽量选择中等强度的运动 像游泳、慢跑、骑自行车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一旦确诊糖尿病要注意什么 医生六大护理要素必须清楚 糖尿病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在健康的生活习惯和医生的指导下 血糖水平可以控制在健康的范围之内 一、注意休息 充足的睡眠是实现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一步 维生素、矿物质甚至运动都不能代替一夜安眠 每晚要保持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如果不能保持8个小时 白天打个盹可以弥补这一点 要注意的是不要睡得太多 因为这可能会增加心脏病发作的风险 当睡眠不足6个小时时 身体会中断控制血糖和饥饿的激素 这可能导致体重增加 睡眠不足也与二型糖尿病的较高风险有关 因此一定将保证睡眠作为优先事项 此外 如果患有睡眠呼吸暂停要及时治疗 因为它会影响血糖和心脏健康 还可能导致糖尿病 患有糖尿病有时可能会使人身心疲惫 如果感到困倦或心情不好 最好休息一下 每当血糖高时 疲劳等症状可能就会发作 休息一会可以让身体很快地恢复 二 定期运动 运动对于治疗糖尿病是非常关键的 事实证明 即使是最简单的运动 如慢跑或瑜伽 也对身心都极为有益 举重等其他形式的锻炼 也有助于控制血糖水平 提高幸福感 帮助保持身体健康 除了运动 良好的饮食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两个元素对糖尿病患者的健康 是非常有益的 如果不确定一项运动是否适合自己 请咨询医生 三 多与病友交流 从情感上讲 应对糖尿病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如何应对症状 以及心理上如何适应疾病 糖尿病患者之间更容易相互理解 他们之间的交流 可以更好地解决很多问题 可以加入一些糖尿病相关的群组 这对于多数的糖尿病患者是有益的 因为这是与他人分享经验和接受建议的好方法 可以了解很多有用信息 四 远离情绪化饮食 绝望 悲伤的情绪会导致暴饮暴食和体重增加 抑郁症患者也可能无法做到正确饮食 无法采取正确的措施来控制血糖和糖尿病 改善情绪可以更好地照顾自己 也更有可能保持血糖平衡 有利于减肥并预防二型糖尿病 五 戒烟 吸烟会导致很多健康问题 包括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 而这些疾病也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与医生交谈 以了解吸烟对病情有何影响 六 多和医生交流 和医生交流是治疗糖尿病的最佳方法之一 医生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可以给出各种建议 比如运动习惯和食物 可以指导如果战胜糖尿病 了解糖尿病的原因 有助于有效的抵抗疾病 为了控制糖尿病 还需要改善身体素质和压力水平 这些也可以显著改善整体健康状况 除此之外 定期做血糖检测是很重要的 如果血糖超出健康水平 可能需要药物控制